一步一步 好像是爬的動作 模擬火災來臨時 壓低身子 尋求生機 好的 中心點 學習正確壓胸骨位置 人工呼吸 平時做好準備 這是屏東舉行防災事培訓課程 模擬災害來臨時面臨的狀況 你如果覺得人家比較不舒服 我們這裡有一個醫療床 你可以幫他找一個 在那發生的時候 如何自己保護自己 然後協助旁邊的人 等到災難來的時候 真的是自助比 公助互助的那個力量還來得大 而希望是說學習之後 也能就是踏入社區 為個案 自己的個案 就是推動這個防災的概念 超前部署防範未然 透過防災事集訓 讓這群男女老少 除了自救還能救人 大家請問曾下美志工 屏東綜合報導 像是中文族 在這張照片 早礙 都是下班 作品 好像是一人 有意義資產 包括 在這張照片 採訪